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 听说西西加病了又痊愈了 就派人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加 西西加就十分高兴 并且把他的宝库、银子、金子、香料和贵重的油 以及他整个武器库里和他府库里的一切物件 都给使者们看 他家里和他全国里的东西 西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于是以赛亚先知来见西西加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加说 他们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的 以赛亚又问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加回答 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了 我的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 你要听万君知耶和华的话 看哪 日子必到 你家中所有的 以及你列祖所积蓄到今日的 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 一样也不留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从你所出的种子 就是你所生的 其中必有被掳去的 在巴比伦王宫里做太监 西西加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不错呀 因为他心里想 在我有生之日 必有平安和稳固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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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